上集咱们介绍了雍正一朝汉官的代表 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 也说了军机处出社 直至接廷玉锁定 那这个军机处到底怎么来的 这集咱就说道说道 首先咱们先说这个军机处是干嘛的 军机处全称又叫军机房 总理处 说白了是清朝的中枢权力机关 最高中枢权力机关 雍正七年1729年设立 宣统三年1911年才裁撤 基本上就跟清朝相始终 那他为什么叫军机处 他是为西北用兵而设 前身叫军需房 为什么设这么个机构 就又得跟这个准嘎尔啊 分不清啊 雍正继位之初 刚刚接手了老爹的政务 所以对准嘎尔部的态度呢 是以合意为主 而且呢 对待这个青海诸王的态度上啊 雍正也表现得相当诚恳 之前咱们讲准嘎尔策望阿拉布坦被清廷击退 西藏正式纳入大清版图 这里边呢 其实少不了青海的和硕特汉国的支持 所以雍正元年对于之前帮助过清军进入西藏的青海各王 雍正一一给予封赏 没想到这不赏还好 一赏出乱子了 本来青海和硕特部只有唯一的亲王罗布藏丹金 其实这个王爵不是常规的王位 是大清封的 早在康熙时期 他爸爸把十八吐尔就被封了个和硕亲王 他爸爸一死 他就承袭了这个亲王爵位 蒙古各部的王爵都是世西王替 就可见这个清朝多后代这个蒙古人 清朝宗史 咱们讲过就十二家铁帽子王 别的都是地检席爵 只有蒙古人世西王替 所以这个罗布藏丹金席了的亲王爵位 就成了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右翼首领 罗布藏丹金本来以为在帮助这个清廷击退了准嘎尔之后 清廷会让他接替死去的拉藏汉统治西藏 没想到清廷非但没有如他所愿 还把查汉丹金同时封了亲王 领清海和硕特右翼 这查哈丹金又是什么人 他爷爷跟罗布藏丹金的爷爷是一个人 都是清海和硕特韩国的创始人 顾史涵的孙子 在康熙一朝多次举兵 征服藏区匪道 为开通清海西藏之道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所以深受康熙重视 到了雍正朝清海蒙古画了二十九旗 查汉丹金一族牧居于清海黄河南端 因为这个牧场优良叫河北各旗富强 所以清政府就将其定为河南的首旗 并且封这个查哈丹金为清海蒙古 河硕特黄河南首旗亲王 这么一来清海这地方就出了俩亲王 严重削弱了罗布藏丹金的势力 一山不容二虎 罗布藏丹金心说 这朝廷是几个意思 我这卖了半天力气 好处都让别人占了 所以不久之后在清海起兵 并且得到了这个准嘎尔的支持 这个时候领导准嘎尔的 那就是咱的老熟人侧望阿拉布台 虽然战事很快被清廷平息 清海呢也被正式纳入了清廷版图 但是罗布藏丹金带着残布 逃到了准嘎尔 侧望阿拉布台 这个时候是一万个不情愿 本来现在北边面临着沙俄步步进逼 结果一块烫手山域 一不留神钻我怀来了 万一大清跟我开战 恐怕我的处境太难 所以立刻决定向清廷寻求和解 双方这个谈来谈去 一直持续到雍正五年 策望阿拉布台死 才停止 那这个时候准嘎尔的局势就又变了 怎么回事呢 策望阿拉布台一死啊 他的长子格尔丹策林 跟他的次子罗布藏索诺 为了争夺继承权 干起来了 格尔丹策林就指责 罗布藏索诺和他妈 密谋毒死了老爹策望阿拉布台 因为那个罗布藏索诺的妈呀 不是那个格尔丹策林的亲妈 她是策望阿拉布台的二妃 是土耳呼特部的公主 所以为了彻底铲除弟弟和后妈的势力 这格尔丹策林就把后妈和他生的四个儿子 全杀了 真够狠的 只有罗布藏索诺被迫逃往游牧于福尔加河的土耳呼特部 这么一来 准格尔部的统治权就最终掌握在了格尔丹策林的手中 格尔丹策林一上台 立刻就派遣共使到北京纳贡 承请这个朝廷 允许他派人到西藏礼佛 清廷说你拉倒吧 你爹当年就这么干的偷袭藏地 就没同意 并且呢命令格尔丹策林把罗布藏丹金压交给清朝 格尔丹策林一看朝廷不同意 他去西藏礼佛 也就没答应清廷的要求 而大清这边呢 政局已经渐渐稳定 雍正皇帝一看准格尔那边老是含悍呼呼的 就开始积极筹划 准备再次对准格尔用兵 因为雍正皇帝明白 准格尔的存在 终究是边陲动乱的根源 况且现在又牵连到了西藏事务 必然要重视面对 所以整合六部与各省的力量 集中财力物力 人力设立了一个军需防 以便为军队提供充沛的后勤支持 所以说这个军机处的设立 最早就是为了对付准格尔了 到后来军机处不仅承担着军事上的职能 也发挥了集中权力的作用 这一设立 早先的义政王大臣会议 图具虚名 义政王大臣成了虚钱 最终乾隆年间这个机构被撤销了 康熙时期的南书房也不再参与政务 主要负责文词书画 不过呢提一句 南书房行走这个职位是有清一代世人心中最大的荣耀 皇上也经常让这个亲信大臣进南书房作为这个奖励 话还是都回来啊 经过一系列充分准备 雍正七年二月 朝廷以准格尔部不肯交出罗伯藏丹金为名 对准格尔发动战争 雍正对这次用兵非常上心 曾经说四海生平之时国用充裕 朕细加筹划技艺再三 凡宁将遣官派兵运响 以及车马甲昼兵器耕迹之暑 无不经理周详 我什么都能调理清楚 而且呢让清军兵分两路 北路由瓜尔加富尔丹统领 说到富尔丹 此人大有来头 在当时啊战功赫赫 再加上呢他背景不一般 开国五大臣之一 费英东的曾孙 康熙二十年习三等功 兼任左领 后来呢升散至大臣 康熙四十三年 御马冲撞康熙圣将 富尔丹降服御马 康熙皇帝为之嘉奖 康熙晚年出征准格尔 大获全胜 所以这一次他出征 雍正皇帝任命他为 静边大将军 西路军由据说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 闪甘总督岳中旗同龄 岳中旗的爹就是二品四川提督 后来呢他凭着自己的本事 随康熙皇帝西征格尔丹 颇有建功 康熙皇帝曾遇刺贬连 说太平时节本无战 上将功勋在止歌 这对他的这个评价非常高 这一回呢受命为宁晚大将军 结果呢就在雍正的这个爱将岳中旗 带兵走到一半 来了一个小插曲儿他们碰上了德尔丹 测灵的特使叫特磊 特磊说我正压解着萝卜藏丹金 前往北京了 路上呢突然碰到几个逃犯 说你们带兵前来 我赶紧呢给我们大汗报信 大汗得知之后呢就命人将萝卜藏丹金 先转送到了伊犁 然后派我清济过来看看 特磊这么一说 雍正皇帝出兵就名不正言不顺 没辙一时也找不到理由 继续用兵只好下令暂停进军 让这个岳中旗 富尔丹二人回京商议 不料 就在清军暂停攻击之后 准嘎尔军主动出击了 结果呢战事一开 清军一直被动 屡遭败祭 雍正九年六月 富尔丹的部队被准嘎尔军围困在了 河通难尔 也就是今天阿尔泰山脉的这个 河通伯而清军的困境可以说完全是富尔丹一意孤行造成的 富尔丹这个人乃十足的武夫 勇而寡谋 所以在得到敌人的假情报之后 不加和时 贸然下令四千清军 轻装前往那个河通伯 这个时候有副将提出谏言 说这恐怕是个圈套 富尔丹不听 想赶紧争搁战功 由于富尔丹一意孤行 清军进入到准嘎尔军的包围圈内 此时山谷当中 两千多准嘎尔军 立刻向清军发动猛攻 顿时加生远坐 瞻求四合 如黑云蔽日 此中准嘎尔军是战尽优势 尤其是他们的新式炮兵 远远超出了清军的预料 咱们讲过 负责准嘎尔炮兵的是瑞典军官列纳克 最早是俄国战俘 从西班里亚出逃 逃到了这个准嘎尔 在瑞典军中 他是炮兵准备 精通大炮铸造技术 所以在这个准嘎尔部 非常受重视 准嘎尔部的这个格尔丹侧灵 很重用他 在列纳特的这个组织下 准嘎尔部呢 就建立起了一支炮兵部队 也就是这支炮兵部队 为准嘎尔立下了大功 清军被紧紧包夹其中 富尔丹呢 只好派出六千军队救援 但是呢 前锋已经被击溃 准嘎尔军乘胜 直犯大营 所以这一次 和同博之战 清军损失惨重 死伤兵员两万多人 主将富尔丹是狼狈突围 后来在少数骑兵的保护下 侥幸逃进科普多城 其余死的死伤的伤 投降被俘 不计其数 成为清准战争当中 清军最大的一场 败仗 非常有意思的是呢 雍正皇帝知道兵败 但是并没有追究富尔丹的责任 更没有严办失职将领 反而赐给富尔丹条御用腰带 以示宽慰 但这以后清军 但凡遇到准戈尔军 一触即溃 望风而降 根本无法跟准戈尔部交战 相反准戈尔军气势如虹 一路南下就攻到了这个卡尔卡境内 到了这个卡尔卡郡王策灵的领地 你说这个 这俩人名字怎么这么像啊 这是不是哥俩啊 不是 他俩半毛钱关系没有 这都是阴翼 难免这个名字呢会有点像 所以为了好区分 咱们就在前面加上地名 一个是格尔丹策灵 一个是卡尔卡策灵 那卡尔卡策灵何许人也 成吉思汗第二十一世孙 早年间 过西蒙古准戈尔部进逼卡尔卡 有一部分逃到了大清 这卡尔卡策灵啊 就在这部分人之中 他和家人来到大清之后 就在北京居住了下来 他成年之后 以表堂堂武功精湛 身受康熙亲爱 康熙也把自己的六闺女 就配给了这个策灵 虽然策灵这种老婆孩子都有 家里已经有一套了 但是皇命不可伪 只好接受 可惜六公主嫁过来 三年半就挂了 那只留下了两个幼子 康熙皇帝无比心痛 把他安葬在这个安定文外 那就是这个六公主坟这个地方 到了雍正元年 皇上特赵 封这个卡尔卡策灵为多罗帝王 在清朝的鼎立支持之下 他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武功 整合了卡尔卡部 称雄于墨北草原 兵力强盛 军威甚壮 等到这个 卡尔丹策灵带兵进攻 卡尔卡 卡尔卡策灵正好不在游户地 就趁着这个机会啊 卡尔丹策灵领兵偷袭 掳走了这个卡尔卡策灵的妻儿 卡尔卡策灵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怒发冲官 割变发及索齐马尾 势以复仇 随即调集各处军马 在俄尔德尼昭布阵 俄尔德尼昭位于航爱山东侧 俄尔浑河畔 一围宝寺 汉名呢 叫做光显寺 这里的地势呢 颇为显耀 准个二军队 一山棒和猎人 打算背水一战 四右面山 四左林河 卡尔卡策灵把部队分成两队 一队呢 是他亲自统帅的蒙古军 绕到山后 准备抄这个准嘎尔的后路 一队呢 是八旗兵 与这个准嘎尔军呢 隔阂相斥 对面准嘎尔军一看 跟他对阵的是八旗兵 心生鄙视 因为这八旗兵在蒙古旗兵面前 不堪一击 结果一开战 八旗兵狼狈逃窜 准嘎尔军乘胜追击 谁知道就在此时 卡尔卡策灵扶兵杀出 大败准嘎尔军 这场战争 史称为光显四大劫 这一仗之后 雍正刺号 策灵为超勇亲王 进封顾伦俄赋 并且呢 从土屑土寒部 分出了十九旗赐予他 统称为这个赛因诺岩部 并且为他营造宫使 这个卡尔卡策灵 直到去世 一直都荣宠不断 所以他是清代维二 佩想太庙的蒙古人 卡尔卡策灵 这一生啊 是很幸运的 但是呢 这个另一丸大将 显然就没这么好了 光显四之战发生前不久 哈密爆发战争 卡尔丹策灵 派七千人马偷袭哈密 这时候守在此地的大将 正是月中旗 月中旗派总兵曹让 率将士去这个迎战 又派副将军石云桌前去设服 准备这个切断敌人的退路 谁知道准嘎尔部七千人马 攻打哈密的时候 专门焚烧粮草 抢夺驼马之路 虽说被曹让的部队击退 但是呢 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而被派去断敌退路的石云桌呀 没有堵到准嘎尔军 因为他们延迟了一天才发兵 所以等部队到达指令位置的时候 准嘎尔军已经离开了设服地点 当时呢 他们看见准嘎尔军休息时候点的火 上去探了探 灰烬还有余热 也就是准嘎尔军还没有走远 但是石云桌没有灰尸追击 就这么让人撤了 导致叛军劫掠了大量物资 安然撤退 雍正帝得知龙岩大怒 将旨把石云桌嘈让 斩首失重 月中旗被言则攻敌不速 用人不当 这个时候月中旗显然已经失宠了 然后军级大臣内阁大学士 鄂尔泰趁机奏本 竭力弹劾月中旗 鄂尔泰的话 在雍正心中非常有分量 于是皇上呢 就批准了鄂尔泰的弹劾 下狱 交部一绝 萧去月中旗三等公爵 和太子太保风弦 将三等猴 没过多久 又下诈 月中旗离江返京 商办军务 由副将军张广四 护宁远大将军进 月中旗知道这个大将军运 自己是保不住了 只要怀个忐忑不安的心情 一路风尘仆仆 赶往京城 这个时候张广四弹劾 他的奏折也到了龙叔案前 在张广四和俄尔泰 合力弹劾之下 当月 雍正就下诏 把月中旗 交兵部 拘禁后裔 从月中旗 被捕如玉之后的两年 其实这个兵部 一直迟迟没有判决 到雍正十二年大学士会议商讨此事 才得出结论 他被判死刑 不过没有执行 死刑也分那个斩立决和斩奸后 他没有执行 第二年雍正驾崩 后来呢 乾隆一登基 就把他放出来了 准改尔部 经过几年作战 特别是光显四之战之后 元气大昌 无法继续战争 转而向清廷义和 清朝方面嘛 这个时候也有这样的想法 连年在西北用兵大清人力物力消耗严重 国库日渐空虚 朝中大臣纷纷请求迅速撤兵 输天下之力养天下之命 所以雍正十一年五月宣布暂停进兵 双方这一停止用兵 就又陷入了僵局 没办法 只好接着议和 那就谈判吧 一谈 谈到雍正十三年 达成协议 杭爱山作为分界线 以东归大清 以西归准嘎尔 这才算告一段落 也就是在这一年 雍正皇帝的命述啊 就走到了头了 那么关于他的一生 应该怎么总结呢 咱们下一集再说